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里莱公司 诉中国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上诉案 2013年7月 里莱公司向江苏高院提起诉讼称 华生公司持续使用其拥有的方法 发明专利生产药物奥旦瓶侵害企专利权 之后两家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局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案将择日宣判